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吃肉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着争执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没必要争 若不是为了口味 也不是为了享受 也不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 这样吃荤的话不犯戒 曾经老和尚在西藏生活许多年 就没有吃过荤 身体也非常好 不过老和尚当时有个疑问 因为那个时候有些喇嘛吃荤 老和尚就问了 你既然吃荤 就什么都吃嘛 为什么这个也不吃 那个也不吃 像鸡鱼鸭都是肉 喇嘛说 那个吃了我还不起呀 你吃的人家肉不还人家吗 一头牛好几百斤 不是我一个人吃的 大家都吃的 我还他几口就行了 我也不要还他的命 他知道因果 他吃的时候没有贪欲心 没有说这口味好 像我们煎 炒 煮 炸 味道不对 还要发脾气 你在理上明白了 在世上你可以自己处理 从这里可以看出 我们的贪欲心其实很重 这就是我们吃肉与喇嘛吃肉的不同 虽然到了如今 有着越来越多的佛弟子 倡导这样的观念 积累自己的福报 不杀生 不吃肉 但是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家里人会吃肉 而你吃素 往往这就会引起家里人的不和 引起矛盾 导致许多人就认为 学佛是迷信 因为很多佛弟子 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去争论 说吃肉就是不好 去证明自己是对的 然后让自己的家人也吃素 不管他们的意愿 虽然佛弟子的初心是为了家人好 但是方法用错了 实际上这样于学佛思想背道而驰 因为佛学讲究不能有执念 不能有私心 大家要记住的是 不要让自己的生活 家庭突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强迫家人也持戒 因为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人的不悦 对佛教心生不满 为此 老和尚就提出以下方法来解决 首先 你要发心度别人 谁顺别人 这不算犯戒 一定要懂得 你这样人家才能信佛 你信了佛了 受了三规 别别妞妞的 那不是佛弟子 那你会引起家庭矛盾 那你自己也修行不好 障碍就来了 发菩提心要将就别人 随顺众生 不是让众生都随顺我 这办不到的 发了菩提心 要使你身边的人 家庭 亲友 让人家看到 佛弟子就是不同 什么事都让人 都帮助别人 宁可自己吃亏 宁可受抱怨 绝不伤害人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往往我们受了 三规五戒的道友 回家去 马上家庭就起纠纷了 这是不对的 现在我们是佛弟子 佛子是做什么的 是帮助别人的 如果你受了三规五戒了 连你自己家庭都处不好 你还能去 画众生去 还能度别人去 先把家里人度了 经常随顺别人 慢慢转化他 不要着急 什么是忍耐 过去爱发脾气 这一受三规五戒 不发脾气了 非常柔和 那你太太看了 我先生变了 或者你是女众 你先生看了 我太太变得这么好 她就信佛了 咱们受三规五戒的目的 除了自己修道之外 还帮助别人 第一个就是要 行菩萨道 你连你家里人都处不好 你菩萨道怎么行啊 诸位道友受了三规五戒 第一个就是家庭要和好 劝你家里人都能信佛 因为你受三规五戒 并不代表你家人都信 这个特别要注意 因此 只有自己认真修行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 或者家里人 在吃肉时 也可以念诵往生咒 念六字大明咒 念地藏菩萨 灭真言咒 然后 长此以往 家里的人看到你念佛 有着如此大的功德 自然而然 也会受到影响 举一个例子 就比如刘德华夫妇 此前刘德华也吃肉 而他的妻子一直坚持吃素 十五年 后来刘德华知道了 吃素的原因之后 也慢慢地开始受到影响 最后 这一家人也得到了 很大的福报 倡导吃素的两个主要原因 有的初学佛的人 刚刚学佛 总是禁忌这个禁忌那个 有的人问 我现在学佛了 每天都诵经念佛 但是仍然断不了肉食 这样诵经念佛 还有功德吗 将来能不能 生极乐世界呢 孟参长老说 是有功德的 也能往生西方 但是 怎么样用心了 你能不能达到一心 在你吃肉的时候 你要是做观想 吃众生肉是不对的 没有大慈悲心 你要用另一种观点 一个随缘 一个做观想 一个给他用说法的不失 你用法说说他 你给他回向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佛经 都没有说吃肉不能往生 但是我们要晓得 佛为什么教我们不杀生 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自己都不是那么想做 找个借口 经上没说 反正不吃素也没有问题 那我就别吃素 肉滋味不错 反正吃点 也不会障碍往生 你这样想 这是你贪图享受 贪图享受的那个心 本来就不是真意愿 去往生的心 你怎么能往生 信愿不具足 所以 总在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检查检查 到底是我真想吃肉 还是不得已 家里人都吃肉 逼着我也要吃肉 我是没办法 陪同家人吃一点 凡是你吃到 这个众生的肉 你给众生回向 让它消灭 别再变畜生了 并不是它一生变了畜生 或者变鱼 变了牛 羊 变了猪 你吃完了 就算完事了 它生生要变的 杀了它 把肉还了 它又去变猪去了 不是一次就完了 你要这样给它回向 使它解脱 别再这样轮转了 跟它结个缘 如果你要吃了 嫌这个炸的味道不好 或者炒的味道不好 调料不具足 那个就糟糕了 那你就是真正吃众生 那就不是修道了 怎么样 善用其心 其实最初的规定是 僧人不得吃葱 姜蒜一类 气味心酸 伯家上有可食三净肉之说 必须吃素 是始于南北朝时代 南朝的梁武帝的提倡 才在汉朝佛教内普及的 是汉传佛教的特色之一 藏传佛教 因其地理环境条件限制 等等原因 其僧人 除了某些发誓 终生不吃肉的高僧外 也都有吃肉的习惯 佛教倡导食素的原因 一 为了培养我们的慈悲心 众生分为有情类和无情类 一般我们讲植物归为无情类 动物 因为具有攀生怕死 有痛苦 而属于有情 说植物也有管情 是我们悲心体现 如果过于悲戚 反而落入自心悲魔中 无法解脱 我们不能超越人的层次 来演绎法义 在天界中 以义为实 在禅定中 今夜变满 有的鬼神 以精气为实 佛法为了启迪众生 同体大悲之心 杀生戒律 鼓励素食 也是不得已的方便教法 只因我等心慧未开 不明因果 若明因果自然收敛 何用劝话 二 食素使人神清气爽 喉脑清醒 吃肉鸡油腻过多 会使得消化不良 气形不畅 喉脑晕迷 不利参悟修为 而蔬菜一类 则不至于于此 故而提倡食素 实际上 吃不吃素和信不信佛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汉传佛教坚持吃素 是汉传佛教的传统习惯 内心拥有佛教里面 真正的戒律和因果 有着一颗真正向善的心 才是更为重要的 墓中有人 福报多 口中有德 祝缘多 心中有佛 欢喜多 三 从健康考虑 动物在非自然死亡的条件下 会非常的恐惧 惊慌 害怕 嗔恨 使得体内聚集了很多的毒素 吃进去对人体非常不利 总而言之 要记住 要审视夺势 随机应变 要灵活运用 善巧方便 不要生扮硬套 教条主义 学佛是智慧 学佛是解脱 学佛是广结善缘 学佛是自利利他 而不是结恶缘 造恶业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 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